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心社东西问近日独家专访人事间的作者梁小生 肯定没有想过 甚至也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拍成电视剧 确实没有想到的一点是 有很多年轻的观众成为我们的追剧的一部分 他们请我看初简的电视剧的时候 我心里边还是抱着一种不太乐观的态度的 因为这样品相的一部电视剧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不但说在电视剧屏幕上出现的很少 甚至在月线上出现的也很少 能有今天的播出良好的状况感到非常欣慰 我在小时候创作的过程中 其实是喜欢我笔下的每一个人 如果非常也非要选喜欢的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周家的兄弟姐妹 就三人 丙坤身上他有我在少年到小青年时期 甚至到最初成为北大方知青时的那种性格特点 第一需要友谊 第二友谊一旦形成就真是友谊 丙毅身上也有我喜欢的方面 他是一个我们叫做文学影响和人文素质 较充沛的一个八十年代的新知识分子 这使这个人物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会更顾全大局 就是在山洞里周荣即使在那样的时候 和父亲所讨论的也依然是中国要怎么样 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心中是不但有家 而且是有国的 我用苦难两个字的时候 一定是拿起笔来特别慎重的 因为苦难它意味着什么呢 它不仅仅意味贫穷 那苦难一定是这个 就是直接咄咄逼人的威胁到生存的 在这个作品中真正经历了苦难的确实也是有两家人的 第一个就是豪东梅家 马首长 这朗马同志和他的老伴娶老太太 也是经历过一定的苦难的 我经常是这样想的 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没经历过苦难的 如果我们把人类的历史从现在到往后的三百年切割一下的话 它都是半世的苦难 战争 灾难 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之后的话呢 像这样的一些情况会大面积的减少 因此这个苦境甘来 它更符合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向往未来好生活的一种愿景 而且哪一个国家都在努力实现着这一点 那这也是我们最初写这部书和导演要把这样的一部书排成电视剧的初心之一 就是要形成一种比照 因为我们完全没有比照的话 我们也有可能对于今天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发展变化 就会默然 就会没有感觉 从希腊神话时期开始 包括它的这个宗教故事 就说他们都是在研究人的心里面对现实 为什么会是那样去想 而我们的笔下呢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其实是这个德性的人物 我们没有必要是用乐观或者悲观这样的词来去形容它 就是交融这件事它应该是自然而然的 我们说文化自信这一点 并不意味着让所有的别国都给我们点赞的时候 我才才自信起来 假如我们天天计较别人又对我们怎样看 别人希望我们怎样看 这人活得这个活得很难 但是我们又必须在意 就是在不在意和在意之间要达到这种平衡 那文化其实也是这样 这人活得很难 这人活得很难 知道 这人活得很难 这人活得很难 这人活得很难